感谢主的恩怜 你知道我们这一个礼拜 我们就要把这个加拉太书结束 那加拉太书非常非常的宝贵 那他为我们定定的属灵的一些很重要的基础 那感谢主 今天我们要读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 二十六节最后的两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我们前面看见 他说我们要靠圣灵 我们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那后面讲到不要贪图虚名 不要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这后面的这几句话 就是另外一种状况 这另外一种状况 这就是活在分别善恶数的果效 所带来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不要属 我们不属那边的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是靠圣灵行 我们要 我们靠圣灵得生的 我们就要靠圣灵行事 弟兄姐妹感谢主 当我们信而受洗的时候 圣灵就重生了我们 我再讲一次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为什么 因为信而受洗的时候 我们圣灵就重生了我们 当圣灵重生了我们 我们就进入神的爱子的果度的里面 我们就完全的不一样 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呢 信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的人 他就是他们全命做神的儿女 他说这等人 这一节圣灵很重要 他说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 不是从仁义生的 也不是从血气生的 乃是从神的生的 是从神的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怎么会当你那天呢 我们也搞不清楚 这个牧师 有没有人要信耶稣 就举手 就这样一举手 我们也搞不清楚 弟兄姐妹就在那一天 你不但是信了耶稣 你也得到了一个重生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 我们不在 我们不是人生的 不是情欲生的 不是肉体生的 我们还是从神的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你知道从圣灵而生 我们就是属神的 那从圣灵而生 我们就是属灵的 是不是 我们就是属于超自然的 跟我讲一次 我们是属于超自然的 保罪保罗 勉励我们 我们既然圣灵这样重生了我们 那我们就怎么办呢 我们要靠圣灵行事 那就是我们行事为人 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怎么样过呢 以前靠着我们旧有的生命 我们靠着我们的知识 靠着我们的判断 我们觉得这样对我们就去做 我们觉得不对 我们如果这样做 或者 或者 这个因实实力 我们自己很 很有一套 弟兄姐妹 结果是什么 很多的人走到最后 就是头破血流 撞的头破血流 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主 现在我们 不再靠自己 不再靠我们肉体 来行事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一个很聪明的 你是不是在地上顶绝聪明的人 弟兄姐妹 我就很羡慕 有一些人真的很聪明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那么努力读 这个考试 就是总是能够考及格 就是感谢主 但是有一些人呢 我看见他们真的是 大考大完 小考小完 大考大完 这种人 他什么 你看他从来不读书的 他考试 总是都是 不是98 就是100 弟兄姐妹 我就很羡慕 如果有像他这样子 那我读起圣经来 我一定是 我一定是了不起 我一定这个 这个可以记得 很很好 但是弟兄姐妹 后来我就发现 那些很聪明的人呢 最后他们是不是一帆风顺 不是 弟兄姐妹 我发现 他们走到最后 他们是一塌糊涂 没有神 就是一塌糊涂 真的 跟你有 你聪不聪明是 根本就两件事情 我告诉你 越聪明的人 道路越弯曲 你这样不相信 我们这些 不太聪明的人 我们还 还乖一点点 那些很聪明的人 他就觉得 他可以运握 这个筹码 什么他都能 他什么都会 弟兄姐妹 结果 他们比我们还更惨 我是说 比我 比我这种 好像 姿子不是很高的人 弟兄姐妹 感谢神 当我进入 耶稣基督的一面 我就看见 弟兄姐妹 靠圣灵 我可以得掌的智慧 比那些有智慧 有聪明的人 还要有智慧 还要有聪明 后来真的 我读了圣经 加拉 这个格林多前书 我才知道 连神 人的智慧 再智慧的人 都 神的余佐 比人最智慧的 还要 聪明 对 就是说 神的余佐 比人的智慧 还要更有智慧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那真的 倚靠圣灵 你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那什么叫做 倚靠圣灵行事 就是在生活当中 从圣灵得到 奇妙的 详细的 详细的 详尽的 而且清楚的指示 我再说 什么叫做 倚靠圣灵行事 就是在生活当中 你可以从圣灵 得到奇妙的 详细的 清楚的指示 而你行在当中 弟兄姐妹 使徒行算 就充满这样子的 这样的例子 是不是 那菲利 他本来在撒玛利亚 哇 他引起了福音的 大复兴事 后来有一天 神 圣灵的 叫他去哪里呢 到那个旷野去 就是到沙漠的地方去 他说 你就去那边 那沙漠有什么人啊 干嘛要去那边呢 弟兄姐妹 你知道 圣灵有他自己的办法 那一天 他就顺服 他就倚靠圣灵 圣灵给他这样的代理 他就往那边去 那边是没有人 没有工作 没有什么 弟兄姐妹 但是他依靠圣灵 那天 他就做了 只做了一件事 他就带了一个人 就是安提阿伯的太监 信耶稣 是不是 弟兄姐妹 你知道 安提阿伯的太监 那一天 只有 他就花大概 可能花不到一个钟的时间 他就救了这个人 是不是 那这个人 坐着马车 回去 安提阿伯 就是今天的 一所必要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非洲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是哪一个国家 就是伊索批亚 所以丢前面 太奇妙 但一天 只做了一个钟头的时间 的非力 就造成了另外一个地区 整个地区的 这个复兴 复兴的复兴 所以丢前面 你看见 这就是依靠圣灵 所带来的 那你想想看 要使一个国家改变 多么的不容易 现在丢前面 就借着 这样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让 因为依靠圣灵 就做了 非力 不能想象 伟大的工作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 我跟鲁林 为什么会 在美国 服侍三十年 我们会 回到台湾来 弟兄姐妹 我知道有一天 我会回来台湾 那我一直想说 我退休了 我就 我就回来台湾 但是弟兄姐妹 当我们 当我知道神 感动我 告诉我 要回来台湾 你说 那弟兄姐妹 我们就放下 美国的 美国的侍奉 我们就回到台湾来 弟兄姐妹 感谢神 你知道回来台湾 到现在 我们差不多是 六年的时间 那感谢神 在这六年里面 我们也 我们就看见 神的恩典 跟慈爱 和他的怜悯 跟他的功力 无论看得见 看不见 都在我们的身上 弟兄姐妹 感谢神 我不是说 我们就 既然是神的旨意 那我们就可以 一反风顺 毫无困难的 往往前面走 不是的 弟兄姐妹 是的 我们也是一样 经过很多的 很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挫折 或者说 我们真的不完全 我们会错 我们会失败 但是 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 我们走在 神的心意的里面 我们走在 他的 他的 他的引导的里面 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是多么的重要 当我觉得好像 走投无路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知道 有一位帮助我的 弟兄姐妹 好像我们不知道 要怎么样走的时候 我知道 他会挺我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我是倚靠胜利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是的 我不知道 就像南北战争的时候 有人问 林肯总统 他说总统先生 他说南军在那边 祷告说 上帝祝福我们 让我们能够打败北军 北军也在那边 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打败南军 他说 林肯先生 你看神会站在南军这一边 还是站在我们北军这一边 林肯说了一个有名的话 他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神会站在哪一边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我站在神那一边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倚靠圣人的意思 就是你要站在神那一边 弟兄姐妹 感谢神 当你站在神那边 神就挺你 你就不怕仇敌的恐吓 是不是 就像尼西米 他就不怕仇敌的恐吓 因为他知道神会帮助他 他走在神 圣灵的感动里面 弟兄姐妹 你走在依靠圣灵的路上 你就不必担忧 因为他会供应一切的需要 因为我们的神 是死无便唯有 叫死人复活的神 不是吗 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呢 使人说我的帮助从照天 照地的耶和华而来 阿们 弟兄姐妹 当然你也 你依靠圣灵 你就不会怕人 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那么怕人呢 我们很希望 人人都能够 都能够支持我 我们都希望 人人都支持我 但是弟兄姐妹 事实上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容易 但是弟兄姐妹 你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人 不要怕人 弟兄姐妹 因为你站在神那边 神就站在你这一边 弟兄姐妹 感谢神的恩典 那我们怎么样 依靠神的 怎么样 真正 我们要怎么开始 学习依靠圣灵来行事 弟兄姐妹 很简单 求告神 求告耶和华 求告圣灵 求告我们的绝世基督 一看见 亚伯拉罕走到哪里 他就设立祭坛 弟兄姐妹 那个意思是什么 他们就是求告神的 每一次 看见 这些属灵的领袖 属灵的人物 他们有一个习惯 到哪里他们就求告神 大卫也是一样 他面对仇敌的时候 这一次打赢 下一次还是一样 当仇敌来的时候 他还是来求告神 到底要怎么样 不是说 你是我手下败将 我上次打赢你 这次照样 不是 大卫还是怎么样 求告耶和华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记得诸所说的话 祈求就叫你的得着 寻找就叫你的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发动你的权忍 发动你的权忍 去参加 去进入上帝的心里面 每一天来依靠 来求告你的神 弟兄姐妹 感谢主 弟兄姐妹 每一个 每一天 当你读了神的话 你就要回应神的话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有一个姐妹 她就听了 见殿之福 她就回应 她说上帝 我要得到见殿之福 我要得到见殿之福 弟兄姐妹 上帝就给她很大的恩典 给她很大的祝福 弟兄姐妹 她真的 她说我一无所有 但是弟兄姐妹 上帝就恩告她 她就开始 她是第一个 对神的话语 有回应的 弟兄姐妹 我一定要看见 上帝要怎样 祝福这些 对她的话语 有回应的人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要发动你的权忍 去参加 百万祷告的大军 你参加了没有 弟兄姐妹 每一天 十五分钟 你一定拿得出来 弟兄姐妹 用团体的力量 逼着你 一定要把这件事 你做完 弟兄姐妹 哇 这是何等的福分 你能够在这个 祷告的大军的里面 你就是在一群 一个 一个依靠圣灵的 一群的人群的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看见 上帝的恩膏 就在你身边的里面 将是 这一个祷告 将使你 每一天 面对每一个挑战 你都会从圣灵 得到清楚的知识 而叫你 非常的有把握 你知道我的帮助 从造天 造地的耶和华而来 主 与你同在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这个礼拜 就活在这样的里面 弟兄姐妹 你一定会得胜 还会要得胜 弟兄姐妹 别忘记 我们是承受 神国度的人 主 神祝福你 与你同在 阿们